視像會議為何需要有互動性? 其實不是說完就行嗎? 畫面Presentation、Demonstration 做完就可以了 但視像會議通常不是單方向的溝通 通常都是像我們平常見到人一樣 有談有談 再加上在網上大家的專注力 的Attention Span已經比較短 所以又談又談 絕對可以令到大家更加好得住 令到你的聽眾、你的觀眾 更加可以吸收你的資訊 因為有時我們要Present的一些東西 可能都會有少少Dry 第一樣我會做的事 就是叫所有人去開一個Camp 要逼他們展示自己的樣子出來 但記住可能要叫大家的麥克風要滅了音 否則你就會很吵 聽到很多方面的麥克風聲 或者大家裡面的背景的聲音 越多人當然就越吵 如果時間允許的話 可以做一個簡單的Ice Breaker 令到大家快點進入狀況 當然要看時間 在Zoom Meeting 其實有很多功能 我舉幾個例子 例如投票功能 又或者可以是Q&A 舉手 或者有些叫做Break Out Room 等大家可以講一些物體 其實這些Tools 這些工具都可以令到大家多聊天 以及多點投入感 多點進入 如果選擇用PowerPoint的朋友 除非真的有這樣的必要 記住就要一起重選 Less is more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視像會議 所以很多時候 無論我們自己 或者我們的觀眾 都會聽到差不多開始油暈 所以記住 重點一定要畫公仔 畫出搶和 還有就是 偶爾都要問大家 有沒有清楚 了解 明白 其實這也是一個好的做法 亦都可以鼓勵大家 在Chat Box 在右手邊 大家可以打字去問問題 因為畢竟很多時候 可能我們有一些同事 或者有一些聽眾 有一些觀眾 比較內向 他不想開咪咪說話 用這個Chat Box 就相當之好 你就可以 逼他們開鏡子之餘 但就不用逼他們出聲 他亦都可以跟你有一定的互動 好了 講到差不多 我留下一集 因為在下一集 我會和大家 分享一下 平時在視像會議裡的 一些操守 以及一些基本的原則 因為剛才的 並不願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